1984年12月 江苏徐州东郊的狮子山西路 正在工作的推土机突然停了下来 施工队员发现 泥土中半饮半露着许多残断的泥人 有文物爱好者认为 这些泥人可能是文物 便向有关部门汇报 收到消息的徐州博物馆工作人员 立即赶往现场查看 他们发现这些泥人刻画精细 形态逼真 而且数量众多 他们据此推断 这些泥人其实是陶俑 施工队伍的脚下 很可能有一处泳坑 根据这个图里边出来的这些陶俑 初步推断 就是一个规模 数量还比较庞大的 这么一个汉代的兵马泳坑 这真的是一处兵马泳坑吗 为了保护文物 徐州博物馆工作人员决定 对此处遗迹进行抢救性发掘 然而 现场因为工程取土 已经造成了很大的破坏 发掘环境相对复杂 陶鼓队员 需要先探明陶俑所在的地层情况 陶俑出土于狮子山西路 其西南约一千米处 便是黄河故道 从取土断面看 此地地层绝大部分 是由黄河改道遗留下来的一基层 据史料记载 从西汉武帝到清朝咸丰两千年间 较大的黄河改道就有二十余次 大量泥沙被搬运至徐州地区 并在狮子山附近 形成了四米多深的沙土层 为了保证发掘过程的顺利 考古队员布置探钩 逐步清理 经过近一个月的发掘 他们最终发现了五座涌坑 这些永坑长二十多米 宽约两米 升约半米至一米 永坑是密密麻麻的陶友 仅从一号和二号永坑中 考古队员就发掘出两千多件陶友 面对规模如此庞大的永坑和陶友群 考古队员不仅想起一件往事 三年前 施工队就在这些永坑的西北部 挖出过一个西汉马永坑 这令他们相信 狮子山下的这些陶永 极有可能与秦始皇兵马永类似 也是规模庞大的兵马永 经过清理之后 陶谷队员发现 这些陶永根据不同姿态 可分为战士永和跪坐式永 并且都是士兵永 这是从一号坑中出土的一件 战士士兵永 高约四十五厘米 背负长方形盒状剑幅 上部呈斜口状 右臂向上弯曲其肩 手向内坐半握拳状 左臂呈九十度弯曲状 握拳 拳心有孔 似乎原本持有兵器 这是另一件跪坐式士兵永 高约二十七厘米 头戴平顶盔 身着长袍 二目平式 两臂下锤 双手前身 左手向下半握成暗雾状 右手握拳中空 也似乎持有兵器 在清理泳坑时 最吸引考古队员注意的 是处在众多陶泳之中的四匹骏马 这四匹骏马并成一列 昂首战力 在队伍中十分显眼 为什么这里会突然出现四匹并列的骏马呢 考古队员 考古队员对此感到很疑惑 在骏马的身后 考古队员又发现了一个奇特的陶泳 这件陶泳身形最高 约五十四厘米 两颊丰满 表情持重 头戴平底盔 身照长袍 在陶泳的左肋下 有一个长二厘米 宽零点六厘米的鞋骨 似乎为配件所用 考古队员 双手滚于胸前 宽秀遮覆双手 旗上有一长二厘米 宽零点四厘米的长方形孔 考古队员推测 这个长方形孔 可能是放置长方形墓饰印度的地方 这个陶泳 或许是一名指挥官 种种迹象都表明 狮子山下的这些永坑 就是兵马永坑 孙子兵法记载 这句话的意思是 军队是一个国家的重要力量 地位非同一般 而兵马永作为一种陪葬品 则代表着主人死后 所拥有的庞大军阵 也是主人领寝的护卫部队 在狮子山兵马永被发现之前 中国仅发现两处兵马永遗址 一处为咸阳杨家湾西汉兵马永遗址 另一处极为赫赫有名的秦始皇兵马永遗址 狮子山兵马永的出土 让徐州博物馆工作人员极为兴奋 因为他们知道 如此规模庞大的兵马永 一定有个身份显赫的主人 那么这些兵马永的主人是什么 他会不会也是一代君王呢 考古队员对徐州历史十分熟悉 他们意识到 答案很可能隐藏在徐州的历史之中 徐州地处江苏北部 东宾大海南平江淮北厄齐鲁 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 也是重要的经济发达区域之一 为于徐州市西北部的沛历 是汉高祖刘邦的故乡 楚汉相征时 刘邦封大将韩信为楚王 镇守在徐州一带 公元前二零一年 刘邦称帝后的第二年 刘邦封其一亩帝刘骄为楚王 定督徐州 此后 以徐州为都城的楚国 成为汉朝重要的封国之一 共沿袭了十二代楚王 用军阵送葬 是一种等级很高的葬礼 只有楚王统治徐州时 才有条件完成这样的杰作 那么 这些兵马俑的主人 是否就是汉朝的十二代楚王之一呢 他的这个陶俑的这个形制呢 还是比较鲜明的汉代风格 当时就推断是汉代兵马俑坑 那么这个消息呢 很快呢就是传到了这个 当时在山东 出差的这个国家文物局的副局长 叫黄锦略 老先生的二领 他认为就是这个 这个兵马俑的规模 应该是不小 应该说跟这个 陕西灵童的勤兵马俑 正好形成一勤一汉 两处比较大型的 比较重要的古代兵马俑的发现 在这种推断下 兵马俑主人的身份地位 也被再次推向王侯级别 那么这位王侯级人物的墓葬 又在哪里呢 看待诸侯王的灵 到底是什么样的形质呢 当时还没有一个 没有太多的认知 至于具体的位置 它的墓的朝向 墓的这个开口 大概会是什么样 当时呢 也没有一个清晰的 这么一个推测 为了找到墓葬 考古队员决定 从他们熟知的秦始皇兵马俑 寻找突破口 考古队员发现 秦始皇兵马俑 统一面朝东方 而秦始皇的主墓是 在兵马俑后方 也就是在兵马俑西别 一般来说 汉袭秦制 只要知道 狮子山兵马俑的面部朝向 就能判断出墓葬的大致方位 于是 考古队员选择了保存 较为完整的二号涌坑 作为参考对象 二号坑西端 是已发掘部分中 陶涌数量最多 密度最大的一段 共有八百多件陶涌 排列较为严整 这些陶涌 绝大多数面朝西方 根据这个兵马俑坑的朝向 它兵马俑呢 它是可以理解为 这个大型墓葬的一个位数部队 当然这是我们在发现了 这个陕西林童秦兵马俑之后 学术界呢大概是形成了 有这么一个观念 在涌坑的背面就是东部 有很大的可能性存在着一个 能够匹配上这么一个大规模涌坑的 这么一个高级别的一个墓葬 兵马俑朝向西方 那么它的东边也就是狮子山上 很有可能是兵马俑主人墓葬的所在之处 狮子山是一座东西走向的小山包 高约六十一米 山势较为平缓 从高空俑看 山峰形如卧狮 因而得名狮子山 狮子山是一座石头山 这让考古队员十分欣喜 因为在以往的考古发掘中 他们发现许多大型墓葬开凿于石头山上 这就意味着狮子山很可能藏有墓葬 但困难也随之出现 狮子山东坡是狮子山村 有大量民房建筑 如果采取大面积开山勘探的方式 势必会影响到居民的正常生活 甚至会有意外发生 这给考古队员的勘探工作 带来了极大的阻力 当时用了大概有两三年时间 就是请了全国六十多位 地质方面的从事科技勘探的专家 来到狮子山 也采用了很多这种 新兴高科技的物碳方法 找了两年多 没有特别清晰准确的一个线索 从1986年开始到1990年 近五年时间过去了 墓葬依旧没有找到 难道狮子山不是墓葬所在地吗 这样的结果让很多人感到困惑 甚至有人开始猜测 狮子山的兵马俑 会不会压根就不是用来陪葬的呢 在这种情况下 考古队员也开始重新审视兵马俑 这里是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 也是狮子山兵马俑移植所在地 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 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 应该说是在江苏的这个博物馆里面 还是包括它的内涵 它的形式还是有一定特色的 是这么一个原址展示 汉代兵马俑坑的遗址博物馆 到2004年的时候 重新建了新馆 满足了更多的这个展示 和扩展陈列的这么一个需求 当年文物工作人员 为了避免这处遗址遭遇水患 就在原址上建起了这座博物馆 来加以保护 因此他们也获得了足够的时间 来仔细研究这些兵马俑 就在考古队员迟迟找不到墓葬时 他们发现兵马俑存在一些 十分怪异的情况 这些永坑呈长条状竖锦式 口宽底窄 但永坑底部却只是略加修饰 显得并不归着 甚至连嵌在永坑底部的大块裸露岩石 都没有清除 导致永坑分为东西两段 陶永间距大小不等 发辫永和发际永相互掺杂 好像是很随意地扔进坑里之后 就开始掩埋 五号坑和六号坑的情况 则更加奇怪 这五号坑 六号坑呢 当时是有这个建筑构建出土的 通过那个清理也发现 里边的这个埋藏的陶永呢 以这个骑兵永为主 但是他的埋藏的状况呢 很奇特 就是相同的部件 成堆分开散落 没有组装 比方说 几十个陶永的 那个陶马的头放在一起 几十个未组装的马耳朵 堆在一起 马尾巴 马腿之类的 都是按照这个不同的部件 分开堆放 为什么这些兵马俑 会存在如此怪异的现象 考古队员一时无法解释 仿佛历史跟考古队员开了个玩笑 他们不仅找不到墓葬 甚至连眼前的兵马俑也解释不清了 难道笼罩在狮子山上的迷雾 永远无法散开吗 最大是哪个山 最大是哪个山 直到时间来到1991年 这件事才终于有了转机 到这个山上去踏茶 走累了以后呢 就在一户人家的门口坐下来 正好有几个老先生 坐在门口聊天 后来有一个姓张的老先生 他就说呢 就说起他家 在他小时候 他们家就挖过一个红薯窖 考古队员了解到 老先生家中的红薯窖 足足有两米深 正是这一点 让他们感到很奇怪 徐州的这些大大小小的山包 土层很薄 基岩立这个地表很浅 谁家为了这个挖红薯窖 去开山踩石 这个挖一个深达两米左右的 这么一个石坑 作为红薯窖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没有人会干这个事 既然红薯窖 不可能挖在石头山上 这就说明老先生家里的红薯窖 应该是挖在了土层上 那么这个土层很可能是 墓葬的封土层 立马组织了调查 到这户这个人家 就在当时挖红薯窖的位置 就进行了这个勘探 也组织了视觉 这个一挖不要紧 正好巧了 就找到了一段 具有人工开凿痕迹的石壁 1991年11月 徐州博物馆工作人员决定 在石壁附近区域 开展视觉工作 在前几天的发掘中 除了泥土和山石之外 考古队一无所获 后来的一天 终于有人从土层中 发掘出一些铜钳 这枚圆形方孔铜钳上 清晰地印着半两二字 毫无疑问 这是一枚半两铜钳 从秦朝开始 半两钳正式流通 一直到汉武帝铸造五珠钳后 半两钳才逐渐退出货币交易市场 根据秦朝半两钳重 而汉朝半两钳轻的特征 考古队员发现 眼前的这枚钱币很轻 应当是汉朝的半两钳 半两钳是同钳的 就是新的方统于中国以后 到了汉代的早期 汉代的早期的六十年 还是使用了半两钳币 到了汉武帝的时候 汉武帝的元首五年 公元前118年的时候 中国的就是中央 开始集权了以后 推行了中央的统一全国的货币 就是捕捉钱 土层中出现了西汉时期的半两钳 和布满凿痕的石壁 这就意味着 考古队员的脚下 很可能存在一座西汉时期的墓葬 那么这座墓葬 会不会就是考古队员苦苦寻找的 兵马俑主人墓葬呢 很快一枚印章出现在考古队员的视野之中 这枚印章由同志成 印章上刻着四个字 楚司马印 司马即为掌管军事之官 很显然 这枚印章所代表的身份 并不是楚王 但楚字的出现 给考古队员提供了重要信息 如果地底下存在墓葬 那一定和西汉时的楚国有关 随后 考古队员又在同一区域 发掘出残玉皇 玉璧等玉器 他们推测 这个位置的地面下 应该存在一座高等级墓葬 那么 这个神秘的墓主人 到底是谁呢 没过多久 考古队员最不想看到的事情发生了 土层中出现了盗洞的痕迹 难道这座墓葬已经被盗墓贼洗劫了吗 墓葬之中还是否留有解开墓主人身份之谜的线索呢 时间来到1991年12月底 由于进入冬季 持续一个多月的视觉工作宣告结束 考古队员也开始筹备接下来的发掘计划 从1992年开始呢 我们就向国家文物局深茂 想就是尽量的发掘 正式发掘这个十三楚王墓葬 这个努力呢 我们经过了 开了几次专家论论会 制定了详细的方案 一直到了1994年的11月份 国家文物局呢 才正式批准了 就是十三楚王陵墓的发掘 这一次呢 是国家文物局呢 专门颁发了一个考古证照 中华人民国的考古证照 批准这个立项呢 就用了三年 1994年12月1日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后 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 和南京博物院 联合组成狮子山楚王陵考古队 开始对狮子山上的这座墓葬 进行正式发掘 发掘工作 从考古队员视觉的大坑开始 这个大坑其实就是墓葬的天井 在这个过程中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挖到这个天井的下方 整个墓葬变了 这和我们想象的 以前想象的这个数学 这个假字型的这种数学墓葬 不一样的 在它这个南北向的这个墓坑的 正下方 又出现了一个小木道 就是小木道 就是中间的这个中间的大坑的下方 是开着了 又往下开着了一个2米宽 深6米的一个小木道 在这个小木道中 考古队员发现了4块 用于防盗的木门30 每块长约2米 宽高均约1米 重达五六吨 然而 考古队员眼前的这4块30 已经脱离原位 很明显是盗墓贼所为 更让他们感到震惊的是 这些被拉出来的30上 竟然散落着众多的玉片 考古队员发现 这些玉片呈长方形 大小相当 而且四脚穿孔 有的玉片上还带有金丝 他们据此推测 这些玉片很可能是一件金铝玉衣的玉衣片 古人相信 玉器可以保尸身不朽 灵魂升天 汉时出现的玉衣 可算作以玉练尸的极致代表 也就是说 墓主人下葬时很可能身穿金铝玉衣 那么原本穿在墓主人身上的玉衣 为何会出现在封堵木门的三石上呢 汉朝的玉的等移植度非常严格 民间是不允许你有这个玉的 除非你能证明这是皇帝刺恨你的 是王刺恨你的 如果不是的话 那只能证明你是非偷即盗 那你这个带来的后果就是杀身之后 考古队员据此想象了一下当时的情形 盗墓贼从墓主人身上扒下玉衣后 再拿到透着光亮的墓门处 最后在三石上把金丝抽走 这些他们不敢拿走的玉器 也因此被留在了三石上 这些散落的玉片 虽然令考古队员感到触目惊心 但也向他们传达出一个信息 墓主人的身份绝对不同寻常 那我们按照我们国家西汉的这个 当时国家的一个藏制吧 使用金流寓意的 一个是汉代的皇帝 这边就是西汉前期的诸葫王 考古队员推测 根据之前出土带楚字的印章来看 这座墓葬应当就是一座楚王墓葬 那么它会是哪一代楚王呢 被盗过的墓葬底 又是否早已空空如也呢 要想了解真相 考古队员只有继续发掘